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大张伟说很多人托自己要王一博签名 但这件事不好开口 正在热播的电视综艺中 大张伟说,比如说 很多人托我要王一博签名 然后让我真的很难去跟王一博说你跟我签个名 这件事很难开口的 就是王一博的人和家 没那么好找吧 但是我肯定会去 同为天天兄弟的大老师 经常被别人要邀递王一博的签名 很多人会托自己要王一博的签名 但是大张伟老师自己都会拒绝 因为这不好开口 而且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以大老师跟王一博的关系 要一张签名照不难 怕就怕开了个头 别人都觉得签个名没什么难的 没完没了 不好收场 大老师是个有分寸的好朋友 看到大老师这么说 真的很能体会他的心情 如果是我也开不了口啊 谁不想要王一博的亲切呢 王一博这人气真火呀 签名难得的 我拿着爱的号码牌等了三年了 都2022年了 是谁还没有王一博签名 是我 大明星的签名 谁不想要呢 所以嘛 我要是有大张伟联系方式 我也找他要王一博签名 谁不想要这么帅气的王一博亲切呢 就是想想就罢了 酷盖在剧组也见不着 他的电视作品花絮舞蹈 看看也是不错的 这两年的王一博签名 真的是越来越难得到了 摩托姐姐越来越多 还是希望能多点机会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